那也就是说呢 我们用那个义尔的部分判断 判断他的那个年的部分 那如果年的部分 他是在 应该是民国 这地方应该是 我记得好像是民国99年之后 因为担心说他最后组出来的不正确 因为这个义尔目前呢 我看一下现在把它print出来 print现在的义尔 我现在如果说要知道说现在 这个sales里面的义尔是多少的话 那教各位一个方法就是你可以用那个即时运算式创 然后加上一个问号就可以把你的变数print出来 这边少个瓜 1999 特别注意这个地方呢在民国 转换成西元的时候呢会有一个很大的问题 怎么说呢 各位可以看到 其实 虽然画面上面看到的是 99年 1月 1号 看起来乍看之下是什么呢 民国年 可是实际上特别注意 这个地方 他其实存在那个 issale里面呢 他是用西元来存 并不是民国 特别注意 只是说我们现在看到的 看到的状态以为是民国 但实际上 他还是用西元年来存 所以呢他如果看到99的话 他会把它当成什么 1999 而不会当成 99年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呢 我就要加什么 加上11 OK加上11 加上11之后的话呢 再把它存回去 这样的话呢 那才会是正确的值 那才会是正确的值 这特别注意 那有什么地方是小于 如果是 19 那就 怕说 日期里面 会小于 小于3的 我等一下再来看 OK那往下 判断 OK那再来就把 日跟 月 把它接在一起 所以这边的话呢 X现在是2010的 因为要加 已经加上11了 加上11 再来的话把 月份跟 日 组合起来 那最后的话呢 中间加个斜线 组出来的话 把它 写回去 写回去之后的话 特别注意 写回去之后呢 他现在的格式 是什么格式呢 看一下右键 最后格式 看一下 这是制定的格式 通用 他是一个 那 比较保险的做法是 再把这个格式 转换为什么 转换为 日期格式 OK那 把这个游标 select上去 然后会得到一个selection 那他的这个selection呢 里面加上 Lumber Format location 再给这个格式 也就等 这个动作等同 按右键 储存格式 把它改成什么 日期的 这个 这个格式 一样 所以刚刚的这个程式嘛 这两行程式嘛 其实 可以用那个录制的方法 你可以录制完之后 就可以产生这两段程式嘛 OK 可以把它套用上去 好那这样的方式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把 这一个 民国年 然后刚刚的民国年 把它做个转换 那全部转换 出来之后的话 就会看到的是 这一步的 这样的 这一步的